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当前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和最年轻的九段 对对对对 王熙呢他也是九段 王熙是这个虽然没有得过世界冠军吧 但是他是得过很多次的世界亚军 所以说呢 我们有一项规则啊 这个得世界冠军做直升机 直接胜九段 那么世界亚军呢得两次或者以上 那就是也是直接胜九段 所以说这二位刚才我们陆陆说过 这个小范范丁玉呢 他是应试杯的冠军 当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 也是最年轻的九段骑手 那么他是直升上去的 同时这个王熙其实他也是直升上去的 对 所以这个二位都是获得过很好的战绩 我们现在来看的是现场的这个画面 是的 这位大名鼎鼎的孔杰 对 也是我们著名的旗舰的帅哥 现在看到的就是对局的双方 左边的是小范范婷玉 右边的是王熙 对 对 王熙也是叫玉面书生啊 有一个绰号 对 他是长得酷似李亚鹏 哦 是吗 我觉得他比李亚鹏还帅啊 是吧 那你这个以女性的视角来看的话 我觉得应该更有说服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小范 对 小范是年纪很轻 但是你看从他的这个表情和眼神 看来是很有傻气的一位其中 是 而且非常的淡定 对 也是有小石佛的指称 对 对 对 说他这个表情跟石佛李产豪非常的像 嗯 就是无论棋局上的情况怎么样 他都非常淡定 对 在他的脸上你看不到这个胜负的结果 是的 不管形势如何 输赢 他都是同样的一张脸 是 哦 现在看到画面上黑棋下的有一种武功先生附体的感觉 是吧 非常的宇宙流的感觉 都是棋子都走在外面 潇洒 现在看到的是王熙 对 王熙 王熙呢 是80后的棋手 他曾经有一度是在国内的战绩非常的好 在国际比赛中也是很遗憾吧 没有最终能够登顶 他是 我记得是在 应该是在三星杯上输给了李诗石 其实是早在04年他就进到了世界大赛的决赛 但是他当时是输给了李诗石 也是非常遗憾 对 那个时候他也是 大家想想他多年轻啊 是吧 都快十年前了 那到现在呢 他目前还是没有染指这个世界冠军 是 没有头衔 但是相信以他的实力 未来还是很有机会的 是的 这是我们的现场 这个就是诗歌 给大家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 对 好的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个讲解的 嗯 好面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讲解这盘精彩的对局 行 嗯 那我们就边摆边聊吧 嗯 这盘棋经过菜线由王熙直黑 嗯 新小木 嗯 上来 同样是新小木 对 嗯 看到这儿呢 我们肯定是以为下一手黑棋 一定是会 以王熙的风格哈 以他的这种 呃 这个惯有的这个习惯 嗯 那么他下一手呢 一定是中国刘 是的 对 我记得他是酷爱中国刘 到了一定境界了 是的 他下了很多年 是 不是说下一盘两盘啊 是 他是很多年 呃 所有比赛只要拿黑才就下这个中国刘 是的 嗯 当年中国刘还没有现在这么流行 嗯 他是一个就是从 无论中国刘在整个骑手中流不流行的话 嗯 但他自己是下了非常多年 应该相信对这个布局也是有很大的心得 对 但是他这盘棋很奇怪的是他没有选择这个布局 嗯 他下一招棋呢是走了这儿 啊 二肩高挂 嗯 这招棋我觉得哈 嗯 呃 有两方面的这个感觉吧 第一方面呢 他是有这种他心理上的因素 嗯 嗯 就是 下棋呢 其实是一个就是有点跟这个军事啊有点很像啊 嗯 博弈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围棋里面的这个呃棋上的战术 实际上呢跟这个兵法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是的 那兵法上讲叫做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是 是 孙子兵法上的一句著名的一句话啊 嗯 那么应用到围棋上同样是有效的 是的 嗯 也就是说王熙他一定是对这个范庭玉他非常的呃也是非常了解吧算是啊 嗯 那么所以说呢他呃这时候他不走中国流走这个首先他是针对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啊 因为其实嗯 小范也是非常喜欢下中国流的一个棋手 对 他的对手也很喜欢下同样就意味着什么呢 他的对手对这个很熟悉 是啊 我自己喜欢下我就一定知道这个怎么去破解他 是啊 这是第一层面的意思 所以说呢他这个是首先是针对这个小范他自身也喜欢下中国流 他想这个不落入你的这种熟悉的局面啊 第二个第二层意思我想跟这个呃他的年龄跟这种时代有关系 是的 呃王熙呢是84年出生了 对那小范是96年出生正好比他大了一轮 对双方整整插了一轮是那么我们现在都知道90后的棋手啊 嗯 这个功夫非常的了得哈 是呃都是练铁不扇 练这种什么呃总之都是这个呃内功心法非常的这个了得 嗯呃尤其是越下到后半盘啊 他们这个功力啊越能体现出来越厉害 嗯没有什么失误这点很可怕 是的因为是网络时代现在年轻一点的90后甚至95后他们的往期训练非常多 嗯那实战一旦多了以后他们对 实战经验他们对其的感觉然后对其的一些敏锐程度可能是一些呃80后棋手所无法比拟的对远远凌驾于这个他们的前辈之上 他们对这种就是实战能力应该说是啊 越下到后半盘他越厉害 几乎没有失误而且这是不仅仅是一个人 这整个这一个90后的这个棋手我感觉都是这种 尤其是95后的小范是95后的选手 应该算是95后的领军人物 领军人物对对对他的后半盘非常了得 所以说对于王熙呢他有另外一层面 第一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知己知彼 第二个是从这个战略层面上讲啊 他更希望呢是在前半盘跟对手分出胜负 最起码在前半盘他要占有一定的优势 他的优势呢是在于经验 还有说这个大局层面的对对全局的掌控能力 王熙显是更胜一筹的 那么相对于这个前半盘来说 后半盘的这个越是慢工出细活 就这种东西他是不占优势的 所以说他这个时候还有一层就是说打破你的 这些熟悉的套路 不让你很快的过渡到你擅长的这后半盘去 我们在前半盘下一层大家都不熟悉的 对我们拼一拼对其的理解 对这个可能年龄上就会占一点优势 对我毕竟比你多吃了这么多年的米对吧 那么多见了很多很多的这个西普 所以说他在这些方面上 他的这种掌控能力上一定是要强一些的 所以说他实战的这个挂脚 他选择的方式也是不常见的 二肩高挂 下一个你不熟悉的也不常见的东西 让你有点这个不进入你的套路吧 让你有点这不知所措 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战略上的构思 是而且这个由于这个比赛的是快骑 是每步骑30秒 然后保留10次一分钟的时间 所以这个赛制非常快 在布局中我觉得不可能保证 每一个局部会尽善尽美 那么将其导入一个不确定的局面 可能是王熙这盘棋的一个战略方针 对对对对 这快骑你来不及反应 就是你只能凭自己的低感 去再加一定的计算吧 去下棋 对所以说我有准备 你没有准备对不对 这我就占了一定的优势 所以说呢 我们一般认为在慢棋比赛中 那么现在当今的这个规则贴棋木板 还是白棋稍稍占有一定的优势的 但是快棋不好说 因为快棋我黑棋只要做准备的话 那么黑棋在这种这个 你要是有一些突发事件的话 对那我有准备你没准备 那么快棋你来不及反应 所以说这也是规则上有一些区别 对那也就是在布局中 黑棋很有可能能把白棋引入自己的圈套 这也是快棋中黑棋的一个优势 好我们继续看齐 实战小贩就是硬的非常的朴实 这个地方呢有几种硬法 最平淡的就是飞这个 就是最普通的 不管你挂哪个脚 我都可以飞在这 这都没问题 对吧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呢就是它这个 还有一种就是小尖这个 当然还有家机 大概就是这几种思路吧 是 我们刚才说这个是平淡的 最稳健的 这个呢就当然是捞空的下发 酷爱实地的小贩 他不会放过这个 这种呢有点意思 这个下发叫做 我觉得叫做这个后肌薄发 有点先把拳头缩回来 对对对对 这个是先忍一步 看看你怎么办 你别以为它这条棋是很缓的一手 是 这条棋是很厉害的一手 但是同时呢 你下这条棋一般来说 得外面有一定配置才可以下 对 这个比如说你要走这个 那么它可能是爬 你一场 对 它这个时候估计就把你给剪断了 因为它这个已经把拳头缩回来 它打出去的时候很有劲 当然这个现在的局面可能有点过分 由于两边白棋都没有紫 直接作战会有些过分 对 所以说这条棋也很有意思 也给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你是栗战性棋手的话 你其实可以选择这个 不要觉得它好像很稳健 而且这条棋呢 还会给别人一种假象 就好像我很绵羊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我是想扮猪吃老虎 对 其实你要是敢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你敢飞 我可以打打弄断你 你要敢拆大了 怎么办 是不是也有办法 这以后打入 打入吧 但是现在总是不太行 嗯 我们就说这个局部来说 是不是也有厉害的方法 有吗 比打入帅一点 对 比打入帅一点的 烤一烤鹿鹿啊 嗯 来了 这个 这招怎么样 高的吧 对 这个就是能把黑棋分段 对吧 那我如果硬要拖呢 我就可以拌 断 这一趴 我们看这两个子和这两个子 是连不上的 刚好断在你的肩上 嗯 这个子就发挥作用了 如果你在别的地儿 可能就困难一点 是的 嗯 所以说呢 它可以让你牢牢的这个先守住 让你使不上劲啊 嗯 让你无处发力 哎 但是你要是赶步子卖大了 它立马就惩罚你 是 这也是很有趣的下法 它扇走这个 这当然也是没毛病啊 嗯 棋风所致吧 对 这个也是逼迫黑棋定型马上 嗯 因为如果黑棋拖先的话 那就等于白棋手一个无有角 黑棋去肩冲 对 当然其实这个好像也有 也是跟棋风有关系 对 如果喜欢势力的棋手 可能也会这么选择 嗯 这还可以先挂这个 嗯 白棋叶 黑棋再挡 对 这挂一下的好处就是说 呃 逼迫你在这个地方形成作战 这还是跟他这个二肩高挂 我想啊 应该是连贯的 嗯 他事先想好的 呃 这招挂呢 就是不给你这种余地啊 如果我不走这个挂的话呢 你下一招期 我估计肯定是手脚 是 有这种手脚的这机会 嗯 现在呢 我挂了一下之后 就无处可守 对不对 嗯 这样的话你就必然得进来 那我们必然会形成一场作战 这也是他的一种战略上的构思 那这么来看的话 王熙应该是属于一个栗战性棋手吗 王熙啊 是 呃 力量当然是不小 嗯 达到这种级别的都是力量很大的 但是我觉得他不属于纯栗战性棋手 他应该属于大局性棋手 大局观很好 然后他的棋很犀利 啊 对 他的棋就是非常的 锐利 你就感觉上这个 跟他下棋的时候会有一种 一阵这个 冷风飘过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 他随时有可能就是 呃 就是 你得小心提防着 对对对对对 就出手 他有刀 对 他就他会出手 他属于这种棋手 呃 说到棋风啊 我觉得他俩还真有点相似之处 是 小贩也很犀利 是 呃 小贩也属于局部的刀特别的多 啊 嗯 经常你会看到他一个小局部 这扣你一下 弄你一下 很不爽 对对对 呃 但是他俩呢 棋风也有一些区别吧 有一些不同之处 嗯 这个 聊到棋风啊 虽然说 都很犀利 但是呢 又有区别 这个我觉得 呃 小贩呢 是属于 偏防守型的感觉 啊 嗯 他是属于这个局部 扣你一点便宜 然后呢 他就收兵了 明镜收兵 就就占点便宜就好了 啊 控制局面 那王熙呢 可能更属于这个进攻型 偏进攻型 强烈一些 啊 对对对 他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他这个 不给你机会 直接把你拍死 对对对对 就是抡上去 把你打倒打趴下 就是这种选手 所以说这这两人的棋应该是很好看的 是啊 但是同时他们 我们也可以看出细微之处 看出他们的一些 呃 不同 不同之处吧 是的 那我们现在 嗯 再看 白琪 再贴一部 这部贴呢 很厚 是 对 他这个如果不贴 被黑琪拐啊 嗯 脚上的棋形不是很好 味道不好 对 最起码木属 要被黑琪去做刮一下 嗯 所以他再贴一个 小贩是很 看重实地的选手 嗯 当然这个贴一下 自然会对这边站到的时候 是有一些损伤的 围棋其实就是这样 有得必有失 嗯 对 围棋实际上是一个取舍的一个游戏 啊 最终 你下的每一部棋的选择 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啊 你走了后市 黑琪走了外市 嗯 必然他实地上就会损失 损伤实地 是 对 白琪要了实地这部贴 要了实地啊 把自己加厚 同时你必然会也会有损失 人家这个头多长一个 下面的这个威力就增加一分 啊 所以说 呃 下棋呢 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 什么都占到 是的 啊 这也是我想体现出我们东方哲学啊 很有魅力的地方 是 这我又想起来一个 呃 一位棋手吧 应该说是我很熟悉的一位棋手啊 这位棋手名字叫做刘星 啊 他的这个绰号是美男 大家都都都都很熟悉了哈 他下黑棋如果是这个局面的话呢 他这边棋是挂在这儿了 啊 嗯 他是先挂成这样的 然后这边再来挡 啊 哎 这些就属于是这个很细微之处的一些区别哈 是 啊 也能够体现出骑手的这个不同的棋风 是 嗯 他挂在这儿呢 很显然 他第一个他还是跟这个这个意思一样 他不愿意让你手脚 对 把这个机会给你 磨杀掉 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他这招棋可能更均衡 啊 让白棋打入也不是很好打 嗯 啊 如果你打入的话 那我这招棋肯定比在这儿要好很多 对不对 嗯 所以说他这招棋可以说是很 很潇洒啊 嗯 他当然也损失了一定的实地了 啊 也比较符合他的棋风 比较潇洒自由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呃 他是对这个布局挺有研究的 嗯 嗯 这真是看出来 你看布局 咱们看上去都是简简单的 好像下哪儿都行 是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每一个棋手 嗯 他都对这种布局 他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 是 嗯 这也就是我们千古无童局的原因吧 啊 对对对对 嗯 因为按理来讲 大家会觉得就这么大一个棋盘 下了那么那么多盘棋 为什么 应该说甚至前50首都很少会有一样的棋 所以 对 这也就是每一个人的思路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对对对对 好吧 我们继续再来看 边看边聊哈 对 那么白棋现在当然就是要打入 嗯 打入在这 嗯 这个悬点也是不错的 这个悬点呢 就是呃 有点是打入 有点呢 是夹击 同时呢 兼顾自己什么呀 跑得快 是 你如果走在底下的话 是 黑棋肯定会踏出 或者是飞过来 嗯 嗯 就这两个悬点吧 你看你这打在三路 你出头起来 就是没那么舒服 是 就麻烦一些 嗯 那这个地方呢 黑棋油鱼已经足够厚了 嗯 你在这个底下去坐眼啊 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是的 对 所以说 我们可以简单摆一摆 比如说你走这个哈 嗯 你要啪 把你镇住 我们说 呃 老师不是说过吗 这个搭一个小堡垒 在敌人库中 搭一个小堡垒 是不是 嗯 心情很愉快哈 是 不是这样的 黑棋可以先做一些 准备工作之类的 对对对 可以接下来要做 走什么 这个 哦 你这招太高端了 哈哈 你这招很厉害 嗯 这个是职业的感觉哈 嗯 这样子走了 然后再加 对 就是中心思想 把这个护住以后 这边有一点 之类的 下法 对 呃 我们先不说这么多 就是总之 这白棋你看上去 在底下做活 活棋没问题 嗯 对吧 这活棋 我想是黑棋 是无法阻止你的 是 但是这个木属 实际上是大亏 不是占便宜了 对 这个叫做兄弟打架 对不对 我将来我不说 我怎么杀你 我就这一粒 是 就够你难受的 对不对 你要脚还是要编 没有木 要编也不好补 要编也不好补 但你不补可能就要死了 这点 就不得了了 嗯 但是你这个这个地方 背我一跳 讲上又没木 所以说这个地方啊 白棋是万万不可以 选择去底下做活的 是的 嗯 去底下做活实际上是 大亏 木属大亏 嗯 伤到自己的利益 又被黑棋中间形成后视 那是得不成 对对对对 啊 我们陆陆分析的非常好哈 咱们就把它具体化一点 嗯 怎么个潇洒一点 嗯 比如说走这个 对 这口潇洒 这个大家肯定 我觉得谁都不愿意接受 就这样吧 控送给别人 即使这样 但是我们看一下 对 但我们可以看一下 即使这样的话 黑棋 如果就简单围一下的话 嗯 比如说这样 嗯 将来呢 这个地方我们 都有可能立了半毡哈 是 其实我们数一数黑棋 也就是10 20不到 可能20目左右吧 是 啊 加上这点 这点厚味 可能20目左右 那白棋呢 这边是十几目 其实是呃 没有问题的 是的 这个没有受到任何的损失 同时这个中央的后视 是白棋的 是 对吧 我们再跟刚才那个对比 你打入进来 看上去挺好 对 看上去好像把对方的 这个20目破掉了 但是人家啪 这一立 你这个地方 首先你自己 这个地方轮白棋走 都很难为出目 嗯 大概也就五六目棋吧 做活 五六目棋 这脚上一跳 几乎没目 啊 人家还有可能外面 走过来还有可能先手 再看中间 全都是别人的后视 是 大家想一想 手术是一样的 对不对 这个白棋 显然是得不偿失 是的 你目数 其实你就把它20目破了 你自己目数 可能还亏了 嗯 但中央这个 本来是我的一道后视 变成了黑棋的一道后视 这个差距是 显然不是一手 两手棋的问题 是 所以当然白棋 也不会这么选择 这种紧的加 一般是出现在 对黑棋要保持攻击的情况下 对对对 会更紧凑一点 这个时候显然 你这个要紧加 就立场高翻了 黑棋这边 一排兄弟等着你呢 对 这个立场就高翻了 嗯 那么加这个 加这个 嗯 主要棋 属于是骚扰 啊 主要棋 你说他打入进攻 这不是 他主要是骚扰你一下 嗯 黑棋当然跳出 对 这样白棋 我们看他出头速度 也会快一些 嗯 黑棋 坚冲 坚冲 嗯 然后非常的犀利 他总是要这个 在第一时间 掌握局面的主动权 嗯 对 我觉得他的棋 有这么一个特点 呃 就是你看上去 双方好像 呃 我跳 你也跳 对吧 咱俩同样都是这个 是 呃 出头的时候 那王熙呢 就更喜欢 把局面的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嗯 他要进攻 比如说他走这个 他要通过最快速度的 把这两个子的头 走上之后 他要闷进去 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看到 是的 这个局面 对 黑棋下的非常的大局 小小 对 他他 应该牺牲一点局部的利益 他要换取这个全局的速度 嗯 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去进攻别人 是的 啊 这个是 其实很漂亮 嗯 他的这种棋 很具欣赏性 对 很有观赏性 很有观赏性 那个小贩呢 就更好跟他是相反的 小贩呢 喜欢是稍微被动一点 对 把空捞住 对 我先把空都捞住 我觉得是最踏实的 是 然后你攻我 我也不怕你 我也不怕 对对对 我兵来将党 我有自己有办法 嗯 所以说他俩配合也很默契 他俩呢 肯定就是下得很舒服 是 你也高兴 我也高兴 对对对 你要是碰着跟王欣一样的 这种风格 嗯 那也坏了 是 两个人 两个人就不干了 就可能在这个局部就会 形成一个战斗 是不是 嗯 你想主动 我还想主动呢 是 我穿出来 我要比你快一步 我要先攻你 是不对 这个就是起风声的原因 嗯 那小范呢 看你 哎 你这是送我为空 我高高兴兴的先收下再说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双方 在这个局部应该是把他们的起风发挥的淋漓尽致 嗯 这我太高兴了 是吧 是 能闻上空 对 那么黑棋也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对 黑棋呢 我就损失了这点实地 我就能够先手出头 把自己当后世 嗯 取用 这个他肯定也很高兴 两个人都非常高兴 这个时候 吓得很爽 是 那么黑棋就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这一阵 对 看上去就把白棋好像呼进去了 对 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我也喜欢黑棋 嗯 就更流畅 嗯 对 黑棋 现在说谁好啊 为时尚早 是 谈不上 但是感觉上黑棋好像是更舒服一些 更 从这个线条来说更流畅一些 对 没有毛病 黑棋这么下没有问题 白棋呢就显得有点郁闷 嗯 这个时候你看白棋这两个子被人家叹当头一阵 总是要处理一下 总是要处理 然后你呢 不管怎么处理 你是在底下做活 我们刚才说了 这价值很小 嗯 会伤 这价值很小 是 但你要是出头呢 被人家已经把这个 这个给你给你先前面去路 给你堵住了 对不对 给你头上给你压了一点帽子 很难受 对 想出头只能这样 你得这个弯着腰或者怎么着的 很不舒服 是的 所以说我感觉啊 黑棋还是主动一些 嗯 这个棋其实我是觉得对这招白棋这招拐有点表示疑问 这招拐呢 我觉得哈 这招拐还是俗手 你这个字 它是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意思 因为它要出头 跳出 对 但是你如果不拐这一下呢 对 这有毛病 这个地方是有冲断 这以后有一靠 它就贴一个 你挺难受的 是 啊 局部贴一个 它这个有 对 如果你在顶的话 那这个冲断就 就显而易见的 对 所以说呢 它如果不拐这一下 它其实是跳不出来的 这被贴 你只能退呢 没法接受 是 所以就跳不出来 跳不出来的话 它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走这种 就不舒服 它不愿意忍受这个 啊 所以说它先拐了一个 下了一步俗手 其实目的非常单纯 就是出头 嗯 但是你这个字啊 大家注意 这个字毕竟是一步单观 哦 没有任何价值 对不对 人家这个字呢 可是对万维影响大了去了 是的 所以说这招棋 无论如何 它是一个大亏 嗯 不能 轻易是不能下的 是 呃 我觉得啊 这个时候我建议它 可能 还不如就是 老老实实的 对 先把自己补上 因为你这个地方毕竟是有断点的 嗯 而黑棋 如果还是走中间 还是走中间 不一样了 我在从这钻的时候 这个地方少交换一下 少交换一下 你这个地方的弱点是非常明显的 嗯 而且我这个子在这儿 我不是跳出来 我跳出来的 其实反而你有一大堆压的线手 是的 对吧 我这子在这儿 诶 你这地方没有任何借用 嗯 而且我把你底下的眼位 大家看黑棋这两个字也没好 是 这个眼位把黑棋的眼位夺掉 所以我是觉得呢 这条棋是可以考虑的 嗯 接下来黑棋可能是 压一个 对对对 贴一下之后 拐住啊 我估计它是担心黑棋拐啊 不然的话它也不会消极出头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黑棋 比如说白棋这点一点 嗯 黑棋的接上 嗯 再出来 我们就可以看这个地方 黑棋隐约啊 是存在 是 很大的缺陷的 这可以考虑 如果白有一天足够厚的话 这一考黑的联络 已经出现了问题 对 不是有一天 我觉得明天就考它 你要不走 我下 马上我就考你 是 这个黑棋很重 这两块棋都很重 嗯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呢 白棋是比较顺畅的 是 应该说是不错的 实战这个下法还是 比较有一点点的 偏实地 就是没有保持整个局面的均衡感 对 这是它的棋风 但是不得不说呀 我是觉得这个 这个拐太损了 主要是这拐太俗了 嗯 这我是不愿意去接受的 是 当头一阵 舒服极了 白棋也是 如果它简单出头的话 这个形状就是 是难受 非常的不好 嗯 这个地方人家 这个拐一拐 嗯 比如说哈 这白棋是不能让黑棋下来的 是 下来脚上被搜刮 嗯 如果你跟着硬的话 它就这样 比如说这样出来 嗯 它下一招呢 这个跳下来还是非常大 是 这个脚上的味道很饿 味道不好 中央这个阵头 也受不了 嗯 所以说黑棋 你从这夹缝中 你是靠近黑棋的后市去行棋啊 嗯 总是很别扭的 对不对 是的 嗯 夹缝中求生存 这个这个痛苦之极 是 所以它这条棋 它也不愿意下 因为人家这个没拐 这这都是 每一步棋都是很有价值的 嗯 你这个呢 每一步棋就看不出来 除了自己逃跑之外 看不出来有什么价值 那它实战的这首棋 我觉得也是 大家不太容易想到的 哎 大死我也想不到 对 我是肯定想不到 往这走 对 因为就算我们觉得 它出头很难受 但是大家的低感 总是要怎么去处理 这两个字 对 但它实战就是非常淡定 好像有一种 这俩兄弟我就撂着了 看你怎么办 对 他这个就是 把自己当活棋了 嗯 小范呢 他自己在公开场合 这个也表示过 他最崇拜的棋手 是板田荣男 对 日本的板田荣男先生 嗯 板田呢 有一个绰号叫做剃刀 是 板田呢 还有一个棋风的特点吧 他的这个擅长的技能啊 叫就是智孤 是的 他写了一本书 就著名的叫 围棋智孤法 嗯 当年是风靡全球 是 他说我们小的时候都学过 是 所以说呢 小范对智孤方面是很有心得的 他也很有自信 他的下一手是走在这儿 对 这个我相信真的是 怎么也想不到 白棋在这两个子这么薄的情况下 想到了在下面去捞了一条 这条棋就是无声的 嗯 这个挑战 是有点挑衅 挑衅 的感觉 让很生气 我觉得这个时候 王熙肯定很生气 是 什么 我这当头一震 我这心情正好的时候 是吧 是 看你怎么歪脑的出头 是是 你不离我了 嗯 嗯 双方也是这个气势上啊 这都体现出来了 是 这气盒 对 你 你不是要送空吗 我先收着 那我就捞到底 对 你要攻我 什么 你攻我 对不起 我没看见 是吧 我继续捞我的 嗯 嗯 这个太有意思了 下来 是 那么黑棋当然是要给白棋 这两个字 进去 闻进去再说 嗯 太舒服了 这个黑棋还是舒服 是 嗯 接下来白棋不紧不慢 嗯 白棋就好像 有一种在自家花园散步的那种感觉 对 闲停进步 对 不紧不慢的这种 接下来呢 他这条棋 其实也是积蓄力量的一首 嗯 也跟这首棋 有一定的关系 有关系 对 他这两张下完之后啊 呃 你别看他是自己在捞空 是 你以为他在捞空 其实他也确实是在捞空 但是同时的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说 我们再看他 如果你去分段他足度的话 不管你走在哪 那么这个时候 白棋在从这种地方 钻出来的时候 是 他这个力道是不一样的 嗯 如果我们看直接 没有这下交换 直接钻的话 这个人家根本不怕你 是 以后这个 就给你飞住 嗯 你这个飞了很大劲 可能不见得拱得出来哈 就算你拱出来的话 呃 人家 对 这一飞 嗯 自己想做活还是很轻松的 对 可气可取 这叫 嗯 他想做活 他想做活的话 估计也能活 你要是想死机白猎的吃点子的话 他这个 你这手 不花太多了 对 他就都给你 不大 嗯 你这个外面一通撞 然后底下再一通撞 那就算了 嗯 吃去吧 所以说这个棋 黑棋 他是有后路的 嗯 总之他是有后门 那白棋 这两招 一个扎丁 一个小尖 这两招下完之后呢 其实 他把黑棋的后路给断了 对 他这招 也叫我们说小贩子棋 也很犀利 他现在在哪 他就是 他是防守型的 但他手中带弓 嗯 你看上去 他在防守 但是你一不小心的时候 你被他抓住这个小辫子了 他也不是跟你 那个 也不是吃素的 是 他也不跟你闹着玩 所以这个时候 王希希他也看明白了 嗯 我既然我也吃不掉你 这三个 这三个想吃他是不可能的 白棋 也为 如果 不从损目的角度来讲 单纯想拱活 还是很容易的 那太容易了 他这牵一牵 这靠一靠 这都到处都是眼 嗯 所以说 黑棋看清楚这一点之后呢 那我进攻 不就是为了占便宜吗 对不对 我既然吃不掉你 我就占点便宜 欺负欺负算了 是 所以说 他在把这个 废住 对 这也是 正兆 堂堂正正 把自己的毛病 先补扎实了 下手 你再不走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所以 所以白棋也是 就度过 度过 这个度过有一定的目数 嗯 有一定的目数 这个时候我估计 小范还是 呃 他也很得意 啊 他心情也很好 那我觉得 作为黑棋的王希 应该也是非常满意 这个吓得很生动 也很主动 啊 在别人的视力范围内 我们看黑棋这边 两个子还没动呢 对不对 啊 在你的视力范围内 我这下了一排 这么舒服 这么流畅的一个后世 啊 真是 我觉得啊 现在虽然说 围棋它是一项竞技 嗯 而更多的是 追求这个胜负层面呢 是 呃 可能某一些角度上来说 是以成败论英雄的 有点这种感觉 是的 呃 但是实际上围棋 它还有一部分 是我们永远不能忽视的 就是它的 在艺术层面 和文化层面的一些内涵 啊围棋 这个在当年日本 称霸这个全球的时候 是 日本人就很讲究 这个叫做 美感 美感 对 骑行 嗯 或者是艺术上 有点艺术层面的感觉 对对对对 大竹英雄 对吧 大竹老师是这个典范 美学大竹 是 啊 他是 宁可书棋 骑行也不能被你打 大竹 是这种选手 也是 我觉得很值得 我们去尊敬的 嗯 呃 作为王琪来说 我觉得他也有 这方面的特质 啊 他对骑行的 这种 线条的美感 就是特别好 节奏感特别好 嗯 接下来下一首 黑棋 飞 这条棋我们看啊 整个黑棋 这个就是一种 流线的感觉 嗯 从 就是 我相信不会下棋的 对吧 棋友们 呃 这个 呃 或者怎么说呢 就不叫棋友 观众们吧 嗯 不会下棋的 这个观众们看到 黑棋这样的一个造型 也会有一种 赏心悦目的感觉 是的 对 他就像画画一样 就画上来 嗯 很舒服 我这看上去就很舒服 嗯 但是现在我们95后的小朋友 是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哈 嗯 这可能 怎么好使用怎么来 就是受影响 像我们的80后棋手 可能是早在学棋的时代 可能受日本 就是打日本的棋谱 受日本的棋手影响比较大 嗯 那我们的90后 甚至95后 他们的成长可能是通过 呃 学习一些韩国棋手的棋 或者是在网上跟韩国棋手的 对战中 对 获得的一些感受 对 所以好像显然就是在理解上有蛮大的差异的 嗯 你刚才说的那我们80后的棋手 然后怎么怎么样 好像说的很自然 哈哈 是不是 嗯 一副你是80后的这种感觉 对 其实我应该算是 你一个95后 对对对 小鹿鹿同学还是非常年轻的 95年的棋手 嗯 那看来我跟 我应该站那边 我跟我们95后的是一个阵营 站一个站好的 对 然后你应该跟我们这个 80后是一个阵营的 但是你说的总结的非常好 非常对啊 就是跟时代确实有关系 我们是看着日本的棋谱长大的 嗯 你们呢肯定是打着这个韩国棋谱长大的 是 对 呃 但无论怎么说吧 我觉得这两方面 都不能缺失 这个竞技层面和文化层面 艺术层面 这两方面 其实也不矛盾 也就是都不能缺失的 如果以后我们下棋只是 这个这个 谁输谁赢 以成败论英雄的话 嗯 嗯 我相信他的这个维席的魅力 会大大的这个 这个褪色不少啊 啊 应该说是 呃 这样肯定是不对的 是 好吧 那我们还是回到棋上 嗯 不同时代的棋手 他怎么去演绎 围棋 嗯 是的 挂脚 黑棋锦佳 对 这个时候是要对白棋进行攻势 所以自然是锦佳 啊 咱们又通过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什么呢 呃 这盘棋啊 从黑棋黑武挂着开始 嗯 就是白棋小范 他的棋风吧 可以说是展示的是一种兵来将挡 嗯 对 你挂我就围 对吧 对 你挂我就守 对 你要围我就打 对吧 你想干嘛 我就立马去破坏你 其实就是 算是比较 没有刻意去 非常的避开对方的战略 而是你怎么想的 我就怎么跟你来 怎么想我就怎么来 我就是不怕你 对 你这边要围 我又进来了 是 你这边要围 我就进来 是 对吧 你这想损失时空攻我 来吧 我全都捞住 对 就这样 然后你要 你想干嘛 他属于这种风格 他这又挂进来了 我们看其实棋盘空旷的地方很多 是 对 一个布局应该讲叫 其从宽住行 对不对 正常人可能是觉得 从这边挂 这边挂呢 显然是更宽阔 嗯 但是呢 他不是这样理解的 他觉得你 就这一层皮 你要围了 是吧 要围我就进来了 是 小贩也很有意思 对 但是这个王熙呢 他就是更主动 对吧 我们刚才分析过他的棋风 他都是我想干什么 是 他主动 他突出的是这个自我 对 他说我想干什么 我就要去实现他 是 小贩呢 是那个你想干什么 我去破坏 对 我就破坏 跟着走 但其实这两位棋手下心 应该会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嗯 他俩也很舒服啊 走的 是 他走 他又夹 他又是主动 嗯 进攻 那么小贩就直辜 对 直辜 他又来了 王熙速度很快 是 走两下之后 他这个 毛头一转 枪头一转 他又走在脚上去 嗯 不给你进脚 是 如果跟着硬的话呢 白旗就 呃 有可能走这个 转身了 有转身的余地 出来他就进脚 嗯 对 他这实战呢 走是不给你这个机会 嗯 这个时候 白旗 没有选择断 而是选择上半 这个下半 对 这可能跟这个全局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上面 现在黑旗 呃 主要经营的是 把旗子啊 都是下在 呃 天上的 嗯 下在上面的 所以说白旗 他同样制孤的时候呢 他就要考虑怎么去限制你的发展 嗯 对这个时候呢 同样你上班下下段都可以选择 那下段呢 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定式 但是 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他就不愿意这样 对 这样的话 一起沾 沾 就先手 出力 走 他还要拐你一下 嗯 他要爬你一下 对 这下有点难受 嗯 总之你这样把旗子都下在下面的话 呃 也 就虽然他酷暗实地吧 但是你也不能太过分 是 对 你太无视人家这个中幅的潜力 也是不对的 嗯 所以说同样是制孤 这个时候 他就会选择 把旗子下在上面 嗯 搬 嗯 还起退 对 不然就再压 再退 嗯 实战的下一手 我觉得又是充分体现他的这个旗风 嗯 我们如果以为从他这个地方来揣测他的思路的话 以为他可能下一手是想转或者是怎么限制中复的下方 对 嗯 但是他实战又回到了他的老本郎又回去了 心疼啊 是 被人家度过的话连脚在边全是空 是 他好像有一种这个跟没打也没什么区别的感觉 对啊 对于小范来说 他不能忍 所以他就把这挡回来了 是 装两下 装装样子 是吧 搬两下 但其实他还是酷爱实地 他把这挡 是的 这个挡住啊 但是我要质疑他一下 嗯 我还不欣赏 我觉得这条旗 还是有点小了 嗯 这条旗呢 呃 某些情况下 它叫四小时大 嗯 其实 价值总是很大的 一个是破坏黑旗的空 一个是空小 第二是厚薄 是的 如果黑旗爬过的话 黑旗全都 是 全都连后了 这一挡呢 不仅把黑旗 这个角变薄 同时他把自身的眼位也做出来了 嗯 所以挡之后将来这一靠 嗯 基本上是有一只先手眼 对 有一只先手眼 然后他这个 这条旗实验也是蛮厚的一手哈 嗯 但是我们下旗的时候呢 我觉得还是有的时候要换位思考 就是你要想想 呃 轮黑旗下的话 黑旗会走什么 就是说他这条旗到底急不急 嗯 嗯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迷茫 下一手旗我不知道该走哪了 是 啊 好像看着哪个地儿都挺大 我怎么办 啊 这个时候就脑海中冒出一句 敌只要点击我 对对对对 啊 这时候你就想想 我是不知道该怎么下了 但是我如果是对方的话 我知不知道该怎么下 我会去糟纳 对 这个时候如果轮黑下的话 大家想想 黑旗你这块旗不活 黑旗的下法是 默默地爬过呢 还是说我我跳出来准备去大举进攻呢 对不对 那我想这个答案不用我过多写 是的 嗯 尤其我们王熙的旗风也是比较利战 犀利嘛 对 犀利的旗风 他一定会选择这个跳出来的 对不对 就这个不可能爬过 大家想想 是的 所以说这条旗 敌人不着急走的地方 说明什么 说明他不是很着急 不打 对 从这个倒推的一个思路来 对对对 考虑这个 逆向思维一下 实际上是这样的 所以说我这个时候 但是他有可能 他不知道下哪了 这也是有可能的 他不挡的话 他也不知道 这个30秒 独秒 这个1234催着呢 走什么 对吧 这是一个大问题 是 从我们事后诸葛亮的角度 我们可以说去分析 是 我觉得他这时候 还是考虑 一个是从这边过来 这个B柱 或者是高 甚至是远一格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 中心思想的 就是说 别让黑棋 一招戏下到这 这招戏还是很大的 很舒服的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会不会也可以考虑 走在这种地方 就是更照顾中江一点 对对对 更均衡一点 因为这儿 现在黑棋 是不太能穿出来的 是的 那黑棋 如果就跟着你 比如说 对 你防守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呢 白棋再顺势走下来 嗯 就是一种中庸的下法吧 嗯 不是很激进的去打入你 但是这种下法呢 也是顺便把自己 这个安定的同时 也是 走在边上 嗯 实控上并不怎么损 是 而且逼迫着黑棋 这手棋好像变得更大了 对 逼迫你走这个 那你走这个的话呢 我又可以 比如说 我又继续转 嗯 对 或者是这边 我怎么考断 还是顶 对 就很自然的 就下到了边上 是 这是 我觉得也是一种思路吧 嗯 实战可能 我觉得30秒之内 对局方 对局双方 也不会考虑的 那么充分 对 这可能也是快棋的 一种魅力所在 挡住 嗯 对 这个毫无音乐 这条棋太舒服 是 太大 嗯 接下来呢 其实我们看啊 这个时候白棋正常的话 应该是得在这种地方走一个的 对 因为你被人家点过来 这个太难受了 嗯 大家看看啊 如果这样的话 如果下成这样的话 是不是已经又要去撞墙的感觉 对吧 是 撞墙 首先撞的一头包 还不见得能活 是 有可能 黑的可能又能再成一排墙 对对对对 撞的满脸是血 鼻心脸肿 然后可能还 这个是好的结果 是撞的鼻心脸肿 不好的结果 有可能就一头撞死了 嗯 对 是吧 底下我们跟人说 可能先手一只眼 对 但你这个面对的是墙啊 嗯 上面能不能做出眼 这要花问号了 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棋呢 它挺苦的 这块棋 正常感觉是得补一个 嗯 但实战 我觉得这个有点板田灵魂附体的感觉 是 实战它 对 打入 这个我觉得下到这儿的话 估计王熙心里可能有股 无名火 感觉就是 怒了 这肯定是 你这块 这块当初就是处理的态度 就是非常的 呃 有种无视我的感觉 对 那么现在这块又有一块鼓起 居然反手又 打入出一块 你再打入 再造出一块鼓起来 对不对 你欲知我于何地啊 嗯 因为你是不是太瞧不起我们的力量了 是 啊 虽然你是这个九五后的翘楚吧 嗯 是吧 是最年轻的事业冠军哈 力量很大 后板盘很强 嗯 对吧 也不能这么瞧不起我们老同志 他这时候肯定也生气了 我估计啊 嗯 但是这张旗呢 我想啊 如果要是真的是板田先生侠 可能也是 是 一概也是在这儿 呃 我记得板田 有一盘特别特别经典的一盘旗 嗯 一上来布局阶段 大家都觉得它是大苦战 啊 啊 它是好几块旗不活 嗯 活了两块之后 还有两块不活 它都是两块两块的 都不是一块旗不活 都是两块两块的 对 这这个都是双数 是 两块不活的时候呢 这个它很难 很难办啊 感觉很苦 呃 大家都为它捏把汗 那这个时候 它的下一招旗 让大家这个昏倒 就是昏倒一大片 那种节奏 它是再次肩冲进去 而且是一个很夸张的旗 肩冲进去 这可能对于你们 这个这些孩子来说 可能是不太有印象的 应该是没有看过 但是我们这个印象都太深了 很经典的一盘名剧 应该是板田队秀行吧 啊 那哎呀 给我印象太深了 但是那招旗呢 被评为这个年度妙手 好 就是它两块不活的时候 它再打出来一块 哎 反而你发现 这个它处理起来 更更轻松 更得心应手了 因为它有一点啊 它有一个前提 它不是乱来的 大家不能就是盲目的选 打两块不活 我再打一块 结果吓着吓着两块死了 那不行 对吧 它这个再打一块的 一个中心思想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它是 这招旗实际上是这个 有进攻性在里面的 进攻性 对 就是同时还是瞄着你的一些弱点 对对对 它不是单纯的逃跑 它把两块变成三块 对不对 这个应该是把自身的直步难度 大幅度的增大了 但是同时呢 它把你进攻的难度 也大幅度增大了 你进攻的时候 你也得注意点 我自身 我这个胳膊腿 如果轮得太长了 轮得太远了 我这个关节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对 你也得看着点 所以它这招旗 我觉得也是 跟那个板天当年的 也是异曲同工之妙 也是这个意思 我看上去我得补 但是我补的话 我太不肯了 单观补 这太不舒服了 所以说 我要揪着你一起走 是这个意思 是 也就是它在 质孤自己同时 随时都在瞄着你的毛病 对 盯着你的弱点 对 对 这是它的一个 最核心的一个思想吧 是 下一招戏 黑棋 再看黑棋 这个黑棋 如果要是稳健的出头的话 那白棋肯定就是想都不想 对 再抢一个 对 就是你来吧 那这个棋就变成一个 质孤和 就是 怎么讲 就是攻杀决胜的一个局面 是 我们刚才讲 点过来它挺苦 但是呢 刚才这个苦的是 建立在一个前提是 你不能被我攻得很惨 那你不行 是 那现在不是这样了 现在我只要这个 死不在脸的活了 我这边先捞了一票了 是 你攻得再苦 你在形成后是没用 对不对 无用武之地 是 所以说这个时候的 双方立场又不同了 是 那黑棋不能让它拆 对 被白棋再拆到二 黑棋全盘这个实地 虽然黑棋一直下的特别爽 但是在实地上 其实显然是 白棋占一点 也有实 对对对对 你这个美学不出迎棋 对不对 是 我们讲这很重要 美学很重要 但是你还是得落到落地 还是得回到这个实处 是吧 瘦素还是非常重要的 紧加 这个时候黑棋 只需要做到一点 首先我这一紧加之后 你这黑棋不活了 那我就做到一点什么 把你分段 两块分段 那必然是白棋苦战 是的 那么白棋飞 飞一个很坏 这两棋很坏 它 普通一点的话 就是这样跳出来了 对 普通你就跳出来 你待你一跳的话 它就 它飞出来 这样的话 很明显 这两块棋 是 连不上 对 被缠绕攻击了 对 而且你接不上劲 这是去头疼的 所以说它飞这个 飞这个 它是希望黑棋怎么样 对 这个它 我为什么说它很坏呢 是吧 它这叫 这个固卖破绽 如果我就 看着它这有个段 赶紧把它冲断怎么样 对 你不是说 这个黑棋的任务吗 是吧 是断白棋 那我如果就这样 我也是在断 耿直的冲断 对吧 那白棋就打吃 这样好像白棋就乐了 对 这白棋唬出来之后 你就发现黑棋 这个棋型 这个紫 这一系列的下法 其实都是在 这个叫做什么呀 这都是 跟白棋是一伙的 你可以知道 这白棋派来的 这间谍 对对对 这个都是在帮着白棋整形 看上去 整形医生 对 整形手术 帮人家做得漂亮 棋型都做好了 是 对吧 本来白棋这个紫 是势单力孤 现在你这急手 去交换下来之后 他变得非常完美 是的 这肯定是重计啊 这张棋叫重计 嗯 当然黑棋 不会犯这么简单的错误 对 实战呢 这个也是 我们刚才讲 王熙齐峰啊 他有这方面的特点 就是说 他抓住机会之后 他是一个重拳 给你轮过去 嗯 他有可能就是 要一拳把你打倒 接下来黑棋的下法就是 直线工具 对 势打力尘 嗯 可以说是 嗯 我们来看 他就是冲 冲 嗯 像一样重型坦克车一样的 就给你碾压过去 对 嗯 白棋退 嗯 他这个已经无法阻挡了 这坦克车已经开起来 停也停不住了 就往前冲吧 对 这已经杀不住车了 而且虎住 那黑的肯定是要瞄的这一段 嗯 这一段我相信 这个我 我还是很了解王熙的 嗯 他下棋的这个首饰 已经出来了 对 然后我们有的时候下棋很有意思 就是 看首饰 你就能看出他的心情 啊 他就是这个 很痛苦 猥琐的时候 这个往上扔一个 就是这样 对对对 对 对 很不好意思是吧 往上放一个 这个这个时候 一般来说 他这形势可能也好不到点去 那如果是得意的指手 比如说这手断了 对 这个我们在大棋盘上 可能摆不出那种感觉 一定要这样 拍上去 一下就给你断上去了 嗯 非常犀利的那种手势 嗯 王熙在他的这个 下棋 可能下棋的人的手 也都挺漂亮的 是 一般来说都这个 修长 手指很漂亮 他那个 啪一上去之后 很帅气 嗯 有感觉 我觉得 这个大多数 我们这个女性 棋迷们 可能都 对 都抵挡不住 他这一下 可能 啪这一段 嗯 是 很有味道 嗯 那么现在白棋就面临着这两块 要处理了 嗯 这个白棋 我觉得有点弄巧成拙了 嗯 他这个飞 现在看 可能有点弄巧成拙了 嗯 你去引诱别人 但是对方也是绝世高手 对不对 对方也不是吃素的 那你这个引诱的结果 可能是反而不好 这三颗棋子气太紧了 嗯 人家坦克车一开起来之后 你就发现 对 这可能是不好办 对 重 嗯 很重 是 嗯 白棋先到脚上处理 先拖 嗯 其实这个黑棋是很欢迎的 是 一拖 你不拖这个 它这脚上是有毛病 一拖它都结实了 嗯 白棋糊起来 是 强大 这没什么好说的 这一代就是做眼 嗯 然后黑棋补一个 这个地方有吃吗 这拖补的太漂亮了 嗯 很潇洒 你普通的这样补的话 带带一点的话 对 这个木树首先要弱 第二个这个将来 人家这底下有眼味 嗯 它有肥之类的 它有眼味 对 好像这个你要走 这还有个问题 就是人家这一点 对 你肯定是不肯粘上 对 如果说你挡住的话 挡住的话有什么区别 陆陆给我们讲解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 本来呢 现在这个地方 黑棋以后一粘 嗯 白棋是要通过这样 才能去做半只眼 嗯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 白棋点到了这一下以后呢 嗯 在黑棋如果在高高心境 粘的时候 白棋就断打以后 黑的这三个子 就拐一下 打或者直接打 这三个子已经不能要了 对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 黑棋没有选择虎的一个原因 我觉得 这点一下之后 其实它不是点着别的东西 它是把你这个点死了 是 点出一只眼 是 对 这白叉的 这是半只眼 那肯定是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那你接肯定就不像话了 这就是太难看了 嗯 所以它这这儿骑漂亮 对 干脆躲在这儿 这你反而没骑了 对不对 看似还要 把鱼网撒大了一点 反而没漏洞 对 嗯 这很形象 解释的很形象 然后白棋打吃 嗯 而且更强调对这边的眼味的 嗖管 但是我们看啊 这个时候为什么说白棋难受呢 那这三个子啊 气特别紧 这边我们刚才也说了 这个特别的重 所以说你这个打吃 实际上本身是一件 非常非常不开心的事情 嗯 很不愿意下 你打吃跟人家常交换 对 他这个长一个是非常有用的 对黑白棋这边 眼见的下一手这边 无论飞还是点 这个 就要进去了 这个是压力很大 你越走 你这边这个 比如说白棋高高兴兴的 小车一推 是吧 你再推几步一看 这边已经自然凉了 自然就已经死亡了 就不行 所以说他很痛苦 现在 他等于兄弟打架 他要照顾这边的时候 也要照顾到这边的关手 对 你要照顾这边 必然就要伤这边 嗯 其实它是一个无法两全的一个 一个局面 是的 白棋没办法 还是要处理 处理 这个 小范呢 好像是 虽然他很年轻 他这个 95后 有95后的这个棋王 但是 我们感觉上 他的快棋战绩 不是特别的理想 是的 好像快棋 他不是很出彩 对 但相反 王熙在快棋上 应该说是非常的擅长 王熙快棋太厉害了 他这个快棋 好像我印象中 他这九段就是靠着这个快棋赛的成绩 他是在06年拿到了那个亚洲杯CCTV快棋赛的冠军 对 然后胜的九段 对 所以说他在快棋 他在我印象中连赛上 他们对他也是经常下快棋的 对 所以说他这是他的擅长 这是一项技能 他这个擅长快棋 而且龙兴战 像之前在10年第二届龙兴战中 他也是曾经获得这个比赛的亚拒 对 而且在那同一年是同样规则的比赛 一个叫西南王比赛中 他是拿到了冠军 而这几个赛制的赛程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的规则都是每步30秒 然后保留14一分钟 对 所以说这样看 王熙应该在这方面是老手了已经 对对对 他老江湖 他非常擅长 但相反 套这个发家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 对 我们把这个地方 先这样吧 我们就先从幕术上判断一下 这个地方将来白棋 黑棋大概能飞着一下 将来立了半毡 这肯定是黑棋的权利 是的 他不搞你 就已经很给你面子了 是 是这种状态 他有可能拖一个 其实是更好的手关 我们先不说 我们就看简单一点 白棋是十一二木棋吧 十二木 我们先暂时算它 这个地方将来黑棋立了 半毡 黑棋很厚 这是可能能点到一下 点你可能得补一个 那这个地方 一二三 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七 三十九 三十九 大概加这边 算一木 不齐 算两木 半天的这个算法 当然这是开玩笑 这个地方大概有个一两木棋 是总是有的 大概四十左右吧 白棋四十木左右 我们再看黑棋 这是全局白棋的木数 你再看一下黑棋 这个地方将来黑棋 白棋打拔先手 黑棋打住 这是九木 对 然后呢 这边 他这个飞一下 大概先手 大概有一个七八木棋吧 我估计 差不多一个天木 天木总有了 可能往少了说 有个七八木棋 我们就算它八木 对吧 这个地方我将来立了半栈之后 我这个点是先手 我们刚才说点先手 这个地方有个小十木棋 你不要小看 它这个看上去一根棍 没什么东西 但是你要多看几步 它这立了半栈先手 这点先手 我估计有个小十木 我们就算 就算它这个八木吧 也算八木吧 少算点 那么这样的话是 二八一十六 加上这个九木 三十五 所谓二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我们刚才说白棋是 四十 对吧 黑棋二十五 白棋现在盘面领先十五木 但是黑棋 这个地方三个子 对不对 大家想想 一个子大概是十木棋 是 三个子是多少木 三十木 但是你可能说 我数不出来三十木 对不对 但它有潜力的 我这边尾不除木 我这边一逼 这边也有木 对 这个呢 三个子算三十木 可能稍微有点牵强 因为这是个小拆一 太撑了 对 但是我们算二十木 是稳稳当当的 是的 对 那么加上二十木 就是黑棋盘面五木了 对 接下来黑棋这个地方的后卧 我们没有算木 对吧 这是一处 第二处呢 就是白棋的这个 两块高棋 两块高棋嵌了多少 嵌了多少木 没算 如果你薄棋 跟我后市抵消的话 那我们是差不多的 我们那差不多 但是你这个不是在做梦吗 这不是 大家想想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是木数差不多 但是厚薄 差很多 对 厚薄差距巨大 所以说优劣 也是一目了然 是 白棋接下来还是难题 还是要怎么处理好 这两块 尽量不去伤 另外一块棋 挑这个 其实我觉得白棋这个下法 他先刺了一下 这下法好像有问题的 我感觉他这个 还是又有问题了 他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你要是本手的话 就挑这个 牢牢地把这个棋形补上 这个也是 我觉得是很多人的第一感 因为这个形状 白棋三个子 补个方 三子正中间 对不对 还有一种呢 你就是干脆走了之后啊 就干脆都看清 再想想怎么能够七个子 对对对 怎么去看清他 然后 他不好下 他这个棋形 也不好下 黑棋这边也很轻 他好像没有什么先手 这边 或者是我觉得 就把这先补上 可能也是一种打法 问黑棋你怎么攻 对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白棋 怎么处理 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 那 要不我们先这个 这个难题 先我们让大家思考一下 对 大家也想一想 如果是您 现在您会怎么办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一会再回来 待会回来 好的 欢迎回来 那我们现在再看这个局面 刚才我们讲到 白棋怎么去处理 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先把一块棋 先踏踏实实处理好 是一种思路 这一间之后 白棋就已经 基本上活了 除非你将来有这种口味 就点进来杀我 就要靠了 再搬在这 对对对 擦你的眼 对对对 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因为黑棋还没有厚到 那个程度 对对对 所以说这样的话 白棋先活一块 这毕竟比较轻 这一堆棋子啊 相对来说比较轻 所以说你要是什么 真的是要来 就比如说这种点我啊 我可能 你现在可能还不能点 就冲出来 就这个意思吧 你要来死一排咧的吃我 我可能也就算了 就可以一吃了 是 不大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不错的思路 是的 它实际上是刺 然后先把这块棋 跳出来 就跳出来 感觉上有点重 就下一招 黑棋他这个厉害了 对 太狠了 吓得 对 犀利的一手 他体现出他的棋风了 这一架 这一架 这一架看好像有点腻啊 送白棋出来的感觉 是送白棋出来 还是说逼迫白棋 送黑棋 送自己出来 应该看你怎么 对 看你怎么理解了 总之它是 在从这个视觉上来看 就很有冲击力的 是的 夹住你 把你的眼线变了 还是一个 最主要的 还是一个立场 就是它这个时候 黑棋足够厚 黑棋已经非常厚了 所以说它可以放开手脚 去进攻你 这个时候 黑棋外面的这些子 全都发挥作用 通过我们刚才 对局势的判断呢 其实这个时候 白棋明显是不好的 这块棋 我们先不考虑 它死活问题吧 就是这一块棋 将来是 也是欠着毛病的 将来人间一钻 你这个眼位是成问题的 是 那么 也换句话说 这个将来打入的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小的 我们刚才 给黑棋点了20木 那其实这个 肯定是点少了 从现在来看 肯定是点少了 咱们继续来看 而且由于 白棋这个子的薄 以后打入的话 对黑棋本身 是没有什么攻击性的 那等于单纯的破木的话 你再打入这边 我可能这边 还能再撑起来 对对对对 那白棋也是被逼 往外冲 黑棋冲 白棋在撑 这个跳了 不能再被搬回去 对 它在贴 这样等于 它这夹着一下 白棋已经活不了了 刚才我们说 白棋小尖 是吧 牢牢地守住这个眼 对 最稳健的跳一个 那是绝对活了 但是它现在夹着一下之后 你这已经没气下了 就是它已经先手 把白棋给夹死了 这块棋 白棋 但它现在就转手 白棋换了另外一个思路 就是它先把这块棋 先弄 黑棋贴住 这黑棋很舒服 那同时它中腹 好像贴出一些木来 嗯 这个题呢 就是白棋已经这个没有前途了 往外冲没有前途了 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对 而且白棋还不太愿意把这个先手卖掉 就是对 如果它先拱这边的话 就由于这被叫吃 它不能搬 它是想拱 只能这样拱 但是它拱了半天 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对 你最 最大不了的能把我这个子再吃掉 对 但是没有用 虽然好像是双叫吃 但是 这个好像太美劲了 被打在这 这啪啪啪两下 就你全打回去 是 再一看这期你也不用下了 这就是 而且这个地方黑棋还是 如果黑的这补住了 白棋这还是有漏洞 对 所以实战看到这个 白棋也就没有再在这个地方走 对 但好像黑棋这样就已经中间隐隐约 乘出什么棋的感觉 对 这个黑棋现在优势我觉得是在扩大 不是在缩小 白棋这一代的下法呀 没处理好 只能说让黑棋更简明了 越下这个优势 看得越明显 让白棋去加这个 是 黑棋护 白棋打吃 把这个沾上 嗯 白棋打一下 嗯 白棋加这个 嗯 白棋沾上 嗯 沾上 对 白棋现在就是在坐火中 就这有半只眼 所以他的 现在其实好像是基本已经火了 但你这个半只眼 有点感受 也不敢不敢轻易说啊 你这半只眼上面我急死了 是轻易不能坐 对 这是断尾断尾求生 嗯 小壁虎行为 嗯 所以说这个半只眼 轻易不敢走 嗯 那这个时候 黑棋为什么不是 呃 这样简单的 如果硬一个呢 这个时候黑棋首先啊 嗯 他有点不会硬 这局部 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走 这条棋 如果你跟走这个 好像效率稍微有点低 嗯 感觉上 是 嗯 其实倒是 我觉得倒是可以走 对 因为逼迫白棋要是断尾的话 对 这个白棋好像有点痛苦 嗯 但是你不断尾的话 到白棋可以降 好像我发现了一种活法 就是他必须打吃 嗯 打了长是吗 那打了长 啊 你先尝我 我有点难受 先尝不应手 嗯 这可能是一种方式 你如果接这个 对 如果我闪接 我这顶这个先手 对 我就可以活了 我顶完了 就是能活 因为我沾这个的话 你坐 我这入不进来了 对 我这可以走 这有一个巧妙的 弃子的次序 是 不过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你虽然可以 这比断尾稍微好一点 但是好不到哪去 这边黑棋都先手 这块子好像 这边黑棋先手 这底下有度过 这子要掉了 这底下刚才我们只点了九目 现在是九十十一十二 十二目了 嗯 不能忍 这所以说 所以说白棋 虽然能做活吧 但是它 是非常非常 不能忍的一个状态 嗯 那黑棋 其实我觉得走这个 就挺好 是 它实战有把局面 导入了一点 稍微有一点点复杂 它实战呢 追求一下 对 它这个是想 效率更高一些 对 它威胁着你脚上 然后说 你这个地方 仍然没有演 我还是让你 断尾 或者是损 对 呃 不过这个棋 它可能是这样想 如果你白棋 这跟着我硬的话 嗯 它再回到 一个我可能就不补了 嗯 它要算一算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不补了 嗯 第二个它可以补的话 它是不是可以这样补 嗯 就是 这个时候 白棋如果吃这个的话 那黑棋在外打 对 那我既然都吃了 我可能得把你剃掉 啊 那这个时候 我就不客气了 对 这个时候我就不跟你断尾的机会了 对 我可能就弄死 嗯 就这样争取 跟你弄死 是 所以说 这个白棋 是没法硬了 嗯 而且从形式上来讲 白棋肯定是希望 导入一点 对 复杂的局面 可能他还会有一些机会 那王熙呢 是属于这个 呃 他的棋放 我刚才说过 他很犀利 然后呢 他喜欢抡锤子 对吧 这个抓住机会的话 就给你一下 呃 他但是他从 本质上来说 他不是属于那种 像鼓励这种选手 啊 鼓励是属于一锤 就锤死你 就是属于这种感觉的 嗯 王熙呢 属于这个 重锤下去之后 呃 他不一定把你这个 致命 但是要把你打得成 这个三级残废 就是说 就重伤 他属于这种选手 呃 别人逼上绝路的时候 嗯 大家想一想 你把对手 逼上绝路的时候 同时实际上 你是也不给自己 留退路了 嗯 啊 所以说一般是 很不愿意去吃齐的 就是 对 吃齐的风险是最大的 嗯 吃齐呢 虽然这个吃掉了 固然爽 是 但其实呃 对于职业骑士来说 其实大家心里 都有体会 我估计露露 你肯定也是 也一样哈 嗯 那个吃齐的一方 心里压力是巨大的 是的 尤其是在快齐中 我觉得这个 也有很大的因素 对 呃 吃齐呢 其实远远比 智孤难 嗯 我觉得杀齐 要比智孤难 因为很简单的 一个道理 智孤啊 他只需要做到一点 就行了 我只需要把 找到一条路 做出两只眼 我就胜利了 是的 就赢了 对 而杀齐是要把 对方所有的路 都堵住 对都堵住 对 给别人留下一条路 人家就活了 你就失败了 嗯 所以说杀齐呢 肯定要比智孤要难 是 对 他要付出的这个努力 是要更多的 嗯 所以说一般来说 起个职业棋手 都不喜欢杀齐 你想想 咱们水平差不多 对吧 都是这种 也是个小贩子 也是顶尖高手 嗯 我要把你所有的路 都堵住 太难了 嗯 他就看不清 他就不愿意杀齐 我觉得这也是 他走这个的原因 嗯 然后白棋跳 嗯 那么黑棋先脱 这个就是太讨厌了 这七夫的白棋 对 白棋现在想忍 已经没法忍了 忍无可忍 我们刚才给白棋 还点了12目呢 你再忍 你几目了 我再立一个 两边半战 这个人就要死了 就剩五目了 对 还是这个卖主也好 反正是 怎么知道都是很痛苦 是的 我这地方多了四目 你这个地方少了五目 刚才你已经是一个 要乐败的局面了 然后我这地方又想到十目 对吧 这个就是除非了 就没法看了 我这边可能 我已经不用再攻你了 我就一会我就守一个 就是大败的局面 对 所以说他就没法忍 嗯 那么白棋也是打结 看这个结对黑棋来说 是叫做无忧结呀 对非常轻 非常非常的轻 本来就是你的空 你全部要提了 你多长两三不齐 嗯 黑棋找结菜 不 这是一枚本身结 嗯 白棋提掉 黑棋提结 对 对 本棋在这儿找结 嗯 这也是白棋的本身结 对 提结 然后黑棋 是去找的 啊这个 对这地方黑棋找结 也是挺舒服的 这也太舒服了 嗯 这个地方找结 几乎是不损啊 嗯 而且还问了一下你 对白棋走这个 看你走哪个 嗯 你要是直接断的话 嗯 他将来还吃下来能活 对还保留着一个活气的可能性 等于这个地方还欠一个关子 而且很痛苦 他打吃了之后 他又提掉 嗯 提掉之后呢 你如果打在这儿 这个结你就别跟我打了 对 你如果要跟打这个 对 这个结你就已经 你宣布无条件战败了 嗯 那你如果不打在这儿呢 我这个不仅能活 好像还 我还可以先 先便宜几下再活 先往脚上爬 边上爬 嗯 底下夹 等等等等 啊 那刚刚给白棋的点的木树 又要大幅度锁水 对 哎这个棋 我们真发现啊 白棋你看上去捞了很多 嗯 这个好像捞了半天 木树也是越捞越小 是 这就是被动啊 嗯 我看到这局面被动 它就不好办 对 但是挖 挖这个其实也挺损 嗯 白棋本身结 但你这本身结 这是有亏的地方 就一破尾吧 必须 现在是必须割尾 对 必须割尾了 但他找结可能 也不肯先损 这也是白棋 特别痛苦的地方 对对对 这结正好是考验白棋 其实 嗯 你找结的时候 你把自己把自己的 这个后路给断掉 是 难过 直接 用办法 一起打吃 嗯 一起断 嗯 好 白棋在一间 这个结 这时候 这时候 就选择了 消结 这个结 可以说 他在找结 也可以说 他就是一种转换 嗯 但 鼠动权是在黑棋手里 对 黑棋如果想跟你继续打 我就应一个好了 我就可以了 打其实也没毛病 对其实 这边还是有 非常愉快的节菜 非常愉快的 对 打其实白棋 我估计也不行 但是这棋 黑棋 他就很简明提了 对 他应该是看到了 一条简明的 胜利之路 白 这个地方 白棋 对白棋 还是连不上 他这个只是 做活 然后呢 多吃了 大概十几木棋 还是有收获的 对 比刚才的做活呢 多吃了十几木棋 而且他不用断尾了 还是有一定收获的 这个变得木数没有了 但是啊 这边 但是你这个大脚 刚才白棋点十二木的 嗯 现在变成了黑棋 得有三十木吧 我感觉 这个棋 这也是一个 他先把这边便宜掉 走一下 这以后黑棋 基本上这个是 先手 可以便宜到一些 便宜到 这个太大了 我们刚才这个地方 黑棋就点了八木棋 我印象中 是的 对 现在都快四十木了 快四五十了 我这粗粗一点 嗯 这大白 这现在真的是大白 这白棋 之前还是在实控上 最起码还能拼一拼 嗯 现在是这 看不到任何的这个机会 我觉得这实控上 也没得拼啊 嗯 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嗯 这个白棋 现在上面是 十木 十二十四十六十八 二十 差不多 这还 二十 二十木左右吧 嗯 二十木左右 二十木左右 这边如果算点到一下 嗯 点到这 对 差不多 对 二四六八十 十二 然后二十二 二十四 二十六 这木好像不能点 差不多二十六 嗯 二十二十六 加上中府 五十木起 嗯 五十木 白棋才涨了十木 大家看看 白棋才涨了十木 这个地方黑棋涨了多少 对 对不对 黑的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就不用点了 对 这个地方呢 刚才黑棋这个上面点了八木 嗯 右边 左边点了八木 一共十六 就看黑棋涨了 黑棋涨了多少 这个地方黑棋就算最笨的 我把它补一个 加一刀对吧 这是十 嗯 十一刀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三 二十二五 二六 这是黑棋 白棋打的节 全是提的 对 二十二十七 二十八 加上这儿 二十九 三十三 一三 二十三 三五 三六 四十木 其实是总有的 对 然后还有中府 中府不说 四十木 就总有 那就黑棋平空涨了二十多 嗯 平空多出来二十多 这白棋还能下 换句话说 就是黑棋 这一块已经 就连带中府 已经跟白棋全盘 差不多了 对对对 跟全盘 白棋全盘五十 黑棋这个 就一块差不多五十 对 那么就在这一边 全是铁幕 那大家一看 就知道形式是 白棋大差 对 黑棋还不补 它就更狠 黑棋还要把这个地方 靠住 嗯 对 它这你没刺之前 它先一靠 这靠呢 首先第一个 破坏白棋眼位 嗯 第二个 它这就全盘上 它就全厚了 毫无后顾之忧 是 你什么打入之类的 这都完全不怕了 对 因为本来如果不走 白棋由于病线的时候 黑棋已经这个被断开了 那么这个打入 现在就对黑棋 这三个字比较严厉了 对的 白棋这个 一定得在这出棋了 它必须弄一弄 对 再没有棋的话 白棋实在是 输太多了 它先扑了一下 对 那先扑一下 它怕黑棋 然后黑棋打吃 这个局部呢 是这样的逻辑 白棋如果接的话 黑棋就这一打 这一打 白棋必须要走 然后黑棋再收棋 白棋棋现在是不够的 那白棋如果不接的话呢 这局部大概是有一个打结 搬了走 大概是黑棋不敢硬杀吧 大概是个打结的样子 但是你现在去活这个本身 也不大 所以说这个棋现在 白棋啊 还是 也不能动 这个地方 的确 这地方欠一手棋 我们刚才也说过 黑棋可能一会儿得补一个 这是欠手棋的 白棋实战可能也 一时没有在这边想好 而且毕竟是快棋 对的 独面的催促中 可能会有打僵啊 一些这种在慢棋中 不会出现的情况 对 这个时候就是 黑棋就当这一下便宜了 确实已经便宜了 便宜到了 它这个将来最起码 它可以 这个线它就脱过了 它断线已经过了 对 那黑棋应该也是 达到了它的目的以后 对 它先打了一张 然后再把上面不干净 就提掉了 对 这样根据我们刚刚的判断 显然黑棋是 优势非常大 对 这就实现了吧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这个这块棋底全盘的 这个印象 可能稍微弱一点 就是我们底全盘 稍微有点过分了 说的 这个稍微弱一点 但是差不多了 就是白棋全盘 比这一块棋大了 也就大五木棋左右 是 所以说这个棋肯定是 白棋 还是要大败的一个局面 而且黑棋 成功地把这个地方 给自己留了一个后门 白棋想搅的时候 也是力道就差了很多 帮你们 黑棋飞住 它非常狠 其实 它这个棋呢 简单一点的 我反正这边能度过 对不对 我就自己走一走 手一手就行了 但是它这不是 它还要觉得 你这块还没好呢 是 它下的特别狠 我们看实战 白棋贴出来 然后拐一下 然后拐 当然黑棋这个下法是正确的 就抛开这个形式怎么样 就是该怎么下还要怎么下吗 对 该怎么走怎么走 然后这个棋 黑棋局部来说 这应该也是最好的下法 把这个出来啊 你看上去是单关 把时空让给人家了 但其实它在未来 是有这个大把大把的 这个存款的存在这儿的 那你出来 你下后之后 对白棋这块棋的锁瓜 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这个出来呢 一会儿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它的这个效果 先让白棋处理自己 黑棋把这个镜粘上了 这粘上巨大 粘上之后 白棋 就学这个地方欠这个冲 你要走的话 这木属大损 然后呢 这个地方欠了个段 是 白棋先搬这个 对 因为之前黑棋 如果说是简单走 那么白棋走的话 黑棋就得卖这个 为了度过 那么白棋这个地方 是等于吃到这儿 这地方已经长了 可能五六目了 对对对 黑棋又负 嗯 黑棋下的非常简单 白棋得把这个终子拉住 这个必须要粘上 不然的话不足以争胜啊 嗯 那么黑棋就把它封住 确实感觉 这盘棋 黑棋下的都比较行晕流水 比较流畅 你看这一封住之后 中烟又长了多少目 是 大家看这个五星之中 对因为它一飞到这儿 下面好像又十几目出来 对 这其实都不用为 白棋就进不来了 已经 嗯 软头嘛 白棋这一下也很疼 是啊 所以说这个王熙的确是很老道 嗯 他这时候他的经验就体现出来了 是 他这个快棋的时候还能够把局面掌控的这么好 真是不容易 但这个时候黑棋也要注意一个问题 就是说黑棋 现在自己这块棋是没有后路了 嗯 他要保持自己的联络 对 先搬 白棋打一下 嗯 沾上 嗯 这个地方呢又形成了一个结 但这个结对黑棋来说也是 呃 无伤大雅 对对对 他这个地方就是 虽然损失很大 但是他这个 我们在中府 他已经这个地方已经快围住20多目期了 嗯 对刚才我们就点了石木嘛 这地方现在已经白掌了石木了 嗯 所以说这个角上即使他打败了损 损失一些的话 嗯 黑棋呢也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 而且由于白棋这个地方下面是没有眼的 就是黑棋这边是有先手 对 黑棋其实还是不怕吧 这个结应应该是黑棋不怕吧 形成一个节奏 白棋长进 嗯 黑棋把节开上去 对这个地方黑棋局部已经活不了了 他也只有开节 这个节可能对白棋来说更重 嗯 他这扳有顺势解散 对 扳一下本身就便宜了 嗯 因为以后白棋扳的时候 黑棋就断不到这一下 对你就挡不住了 嗯 他这样扳这样一下本身就便宜 这盘棋我感觉王棋状态太神勇了 嗯 好像整盘棋他下的行运流水啊没有一招棋是有问题的 而且都是就是撑的很满效率很满但是刚好可以成立就属于这种状态 是 这是最舒服的一种状态 对 而且像打结的过程中白棋这些节就找得特别难受 而黑棋这些每一个节其实他也把自身走后了他都非常充分 对太流畅了这篇棋下的真的是赏心悦目 我觉得看上去是太舒服了 我们再看他实战 然后白棋是找了这么一枚节菜 好 担一个 担一个 然后就不是黑棋就没有硬 确实是就算你把这儿火了 但是显然你这个地方我怎么来一个又进去了 对 这个白棋把这个榨湿尝出来 榨湿了 但是这个榨湿呢我们跟刚才就是之前咱们也聊到过一个话题 就是说这个围棋实际上是取舍的一个游戏 那白棋在这边把之前死的子活出来 固然他的这个收获是巨大的 对 但是呢 他付出的代价也是非常惨重的 其实我们就要算算这个到底是算总账到底是谁便宜了 黑棋呢我们再回顾他来算算总账 黑棋之前我们说白棋脚上是十二亩 黑棋呢是十六亩对吧 两边加起来十六亩 现在呢可能重新一起排 差不多双方墓数可能差不多了 也就是说黑棋墓数上稍微亏了一点点 对 然后白棋在这个地方又吃出了十 实际上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 大概是十六七亩 就是说白棋大概在整个右上左上角的一个 给我们摆坏一个四分之一这样 对便宜了大概有二十亩七 这是白棋的收获 对 那我们再来看看黑棋的收获 黑棋呢这个地方本来是点了一个小十亩的 对 现在成出了二十亩 嗯 是我看是应该是至少有二十亩的 对 那么 所以说这个地方黑棋便宜了十亩 那二十减十 就剩十亩了 就剩十亩了 白棋就赚十亩了 嗯 但接下来咱们再看看底下 对 这个地方主要是该黑棋一下对白棋太残酷了 该黑棋一下黑棋啪一逼 对 黑的实质还吓得非常狠 这个没问题 这白棋这边没眼都太厚了 但如果我觉得从形式的角度来讲 它就算是 哪怕稍微缩一些之类的 也是足够的 当然它这个 它是王熙 它这个熙粒 对 我们再点点黑棋这地方便宜多少 这是十 嗯 二十 三十 三十二十三十三十六 四十六 四七四八四九五十 对 我们本来是给黑棋算二十亩的 二十亩的 变成了五十亩 对 差了三十亩 瞬间膨胀了三十亩 嗯 也就是说这个棋转来转去 我们看黑棋 那三十减十就是多二十亩 那就是之前我们说 如果虽然二十亩是盘面五亩 那现在就是盘面二十多亩 对 我们看这个几个转换下来啊 嗯 好像黑棋的优势 每一次转换黑棋的优势都继续扩大 嗯 不仅没减小 而且继续扩大 不仅如此 黑棋这个局面也是越来越小 棋盘越来越小 人家说这盘棋 王熙确实发挥的非常出色 嗯 不仅牢牢地掌握局面 而且还把优势渐渐扩大 逐渐扩大 对 因为一般想求简明的一方 都是在忍让 这个拉 对 局质的差距会越来越缩小 但是他很 这盘棋确实是 不仅控制局面 还在扩大优势 对 这一笔注我们刚才 又通过刚才的一个判断 知道 现在应该是盘面二十亩以上的 一个局面 而且很厚 没有地方可以挣扎 对 这个都活得非常的 重 对 这个小藩这盘棋 三四只眼都出来了 很痛苦 我觉得小藩这盘棋下的 很痛苦 你这个一直有劲也使不上 就是因为他前面下的很被动 对 现在我们回想起来 就是前面下的很被动 被动导致的结果就是你 你的棋子都在里面 你觉得不够的时候 你想拼都没得拼 是 现在这一逼住怎么办呢 他先挤了一下 这个挤 反正黑棋也很欢迎 你越挤我越厚 对 白棋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他就等于只能把下面弃了 然后再贴出来 黑棋一挂 这个跟我们刚刚点幕也没有太大的出入 对 还是 吸掉了 然后白棋把这个沾上 这个确实很大 黑棋提 白了还有提 就收器收回去了 嗯 这样的话呢 提是扳在这收的 对 但反正就是这一手棋 就把这边的十多目又护住了 而现在扎完以后 这显然是有断点 对 所以这个是逆受非常大 对 但这个时候黑棋其实在这边 护住的时候 白棋一贴啊 黑棋中腹稍微有一点点的缩水 嗯 嗯 黑棋是要冲这个 对 白棋跟着叶 嗯 这条棋是先手 黑棋冲了一跳 对 这以后 由于现在本来我们这种 如果是这种形状的话 这有一点 就是老鼠透油 应该大家都会 但是由于现在这边是这样的 白棋挡下来 黑棋断 这地方黑棋不入气 所以他以后这个点是不成立的 对 但是点不成立 不证明他其他的下法都不成立 对 他有成立的 对 他比如说这种 斑一个 你就恶心 对 好像已经是打结了 白棋没法忍 你不能忍 忍就死了 所以说这个棋士是先手 他冲了跳这个 黑棋就要冲了跳 是先手 啊 做这个 这个白棋 但如果你忍的话 这棋肯定输太多了 对不对 你可能就爬还不便宜 对 不便宜 只能单立 那很痛苦 单立的话 这一跳回来 这些破皮烂肉 现在都连回来了 是 中间还又长出几步期来 嗯 现在再轮合一下 黑棋其实 我觉得不用下什么好的 黑棋就把这补一个吧 我算是你的了 沾上给你了 是 很厚 你也输很多了 对 所以白棋可能也是拼不 好先在下面 好先打一下 然后再搬 这个时候 反正小贩呢 他也想清楚了 嗯 这叫光脚不怕穿鞋 对吧 我这时候已经 嗯 是 已经是 反正也是大败了 那我就干脆拼 拼一下 是的 对 这些拐 所以说 赢一盘棋非常难 就是在 胜利 胜势非常大的时候 对 但是你还要面临 对手的最后一波 对 他要跟你搅一搅 嗯 这拐 其实是非常非常稳健的一手 太厚重了 太厚重了 他不管了 他这个地方有一段 嗯 比如这个 哦 对 这个针子 针不掉 这地方有一段 这个气呢 是有一点紧的 嗯 嗯 但是你本身段呢 我就勾一个 这也没什么太大 大不了的鞋 所以说 所以说 这个地方还有回去 而且白气气很紧 这我黑的总不怕 他其实怎么下都行 这个地方 但是黑气 他快气嘛 就 就怕怎么下都行 对 有的时候啊 嗯 不是挑剑 他就怕怎么下都行 他就麻了 怎么下都行的话 就是你选择太多 你就不会了 嗯 有的时候 这个 你想打吃 我沾着这最简单的 对吧 那谁都会 我这种时候不容易出烧 就是你选择性 选择特别多的时候 反而就容易 嗯 最容易出现的一种 就是我挑了半天 挑了一个最差的 对 这个也经常是 经常会出现 对 就是因为他可选太多了 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有经验的骑手 他就呃 体现出 体现在这了 他就会选一个 老老实实的 他不动脑筋 就不要去动 这动这些脑筋 这个时候想多了的话 打吃啊 挖吃啊 口吃啊 嗯 这可能都可以 都成立 但是你这时候 如果动这种脑筋的话 就有可能 是 出现失误 对 而且毕竟 读秒的催促中 如果说你一旦想太多 然后你突然发现 这个图不成立 而这边读秒 催着你的时候 对 你很有可能一紧张 就是下出了一步 可能是有问题的 对 还有这招棋 这招棋拐啊 我们一会儿再看一下啊 他这招棋 是极其阴线的一手 嗯 我们来看 白皙当然是先 便宜一点 是一点 他我们就是光脚嘛 对吧 体现出他光脚的这个特点 对对对 然后黑棋再 断回来 嗯 白棋吃 还是有很大收获 嗯 对 黑棋里 也就补一个 嗯 这个时候 白棋上面是要补一个的 白棋对 白棋他补一个 对 这就是他阴险的地方 对对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体现 你看黑棋啊 这个王熙 特别老实 特别老实 对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全全 我全一个 对对不对 我这个木树肯定亏了 这样看的话 我肯定缩了 这个地方 对吧 啊 那我在这拐一个 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 我走个单关 这一点好像 对 这白的突然 我本来补在这儿 是不是也好啊 嗯 对吧 木树也好很多 那为什么拐呢 对吧 我们刚才说了 挑一种最简单的下法 嗯 但你如果真以为 它是单纯的 这个小绵羊 平坏的 对对对对 我挑个最简单的下法 那你就上当了 嗯 那你太提估它了 嗯 对 它其实是你要不走的话 啪这一点 就把你点死了 这整块棋就 就进去了 因为白棋 我们刚刚说 下面是没有眼的 下面没有眼 对 这好像沙发不多 它就一最简单的一大飞 是 这个地方 非常的简明 白棋没眼 下面没眼 那我们就看中间 看看上面 嗯 上面呢 首先你跟着我硬 这肯定不行 我这随便破眼 白棋只有这两格 或者这个扩大眼位 对白棋的想法 只能扩大眼位 嗯 那你就是 我们一个一个看吧 嗯 那这个 这好像下法很多 我现在就一挂 你已经死了 对 一挖白棋 只有做这个 黑棋 一冲 一冲 局部 四棋 这两个点 间合 对 底下没眼 嗯 干干净净 是 但是如果白棋 做这个 那么黑棋 就把这下挤掉 就行了 对 这一挤 嗯 白棋 如果说 做这个眼的话 这被一断 这是一个假眼 对 那如果补这个 这被一挖 大家 显然白棋局部 已经活不了了 对 所以说这被一点 就是一块死棋 嗯 那这个时候呢 小范虽然说 他光脚啊 但他肯定是 前提得自己先活 这样 对对对对 你光脚也不能 拿生命开玩笑 对吧 白棋 黑棋 等于白棋 是这个地方 落了个后手 刚刚黑棋的这个 这一斑 好像白棋 就有点受不了 这一斑受不了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棋 我现在 又在想啊 白棋 你说他这个 呃 这斑拼进来 嗯 呃 拼的的确是很猛 我觉得作为他 当时的局面来说 他也是 应该这么下 也只能这么下 但是这个就看出来 呃 这个 从另一个角度说吧 这高手啊 他的这种 控制局面能力 实在是太强了 嗯 在这个班的时候 要是我的话 我估计我可能就慌了 我这干嘛呢 我或者是怒 一股怒气涌上心头 是不是 嗯 欺人太甚 这什么破破烂烂的 我这都这么硬的头 你还敢搬我 是 对吧 呃 但是真正的高手呢 他实际上是 就是这种怪 就不动 这种非常淡定的 就 我赢了这盘棋 就可以 轻松的化解 应该说是 嗯 啊 还有阴险 他这个 真是下得太好了 我这盘棋 我觉得看了之后 很感慨 在30秒一步的情况下 啊 他反应的这么快 这么高质量的棋 很容易 他这个不仅仅是 局部的下法 我们说是 第一层的境界 就是你局部 招法都下对了 那说明你这个水平 足够了 嗯 那第二层的境界 就是说 他从这第五手 挂脚开始 我觉得他这战略 就是贯彻的特别的好 啊 一直贯彻自己的 这个战略意图 牢牢的把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手里 嗯 就下得特别漂亮 对 嗯 对 然后第三个呢 他在自己优势 很大的时候 有的人啊 前两点也可以做到 嗯 对吧 我前面前面贯彻意图 下了行云流水 嗯 很舒服 很流畅 但是面对别人诱惑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连伴 是 对不对 面对别人挑衅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跳 这个夹 这个跳 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 是 啊 我想这就是 围棋最难的地方 实际上就在这 嗯 啊 怎么样去把一盘 形式好的棋 变成迎起 对 这盘棋 这个王羲就在 第三个环节上 处理的这么漂亮 嗯 我觉得这盘棋 真的是下得太漂亮 是的 嗯 因为在我们觉得慢棋中 就是想一盘棋 从头到尾 不犯错误 都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对 但是能在这种 30秒的夺命催促中 还能下出 这么高质量的棋 可以看出 王羲确实非常擅长 这种快棋 擅长快棋 嗯 他这个完全比 90后的下得还好啊 嗯 就比如我们说 95后的小范 是 这个这个快棋下得还好 这是不容易的 其实 是 他比小范年长了12岁 整整是大了一轮 嗯 对 他的这种精力 体力 对吧 嗯 包括集中力 注意力 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肯定是要远远 逊色 与小范的 嗯 而且我觉得80后 起手在这个 对快棋的实战的量上 应该也是跟95后 起手有很大的差距 训练量 对 像他们平时的 95后的训练 可能是以在网络上 20秒 10秒为主 那么他们一天 可能能下5盘 那这样 常年日积月累下来的 他们这个实战经验 也是非常大的 对 太恐怖了 嗯 80后就是在网站 网练 相对来不少 对 但是我听说 王熙最 最喜欢的训练模式 这点也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聊一聊 这个话题 王熙最喜欢的训练模式 就是下10秒 啊 就是在齐悦 对 在齐悦 找一个好对手 好基友 然后两个人 啪啪啪 拍10秒 嗯 他这个10秒功夫了得 嗯 所以说 他可能是有点另类了 在80后 起手里面有点另类 他这个快棋的训练量 是足够大的 嗯 而且他这个质量 应该也是没问题的 因为他挑的对手嘛 都是 那肯定的 都是精英 对 这国家队的顶尖高手 嗯 有可能在这一点上 他也是 就这盘体现出 他不逊于 是 不逊于折武后 这些大量的实战 嗯 好 我们再继续再看几步吧 把这盘棋 把这盘棋 完整的看完 对 太简那么白了 当然没法忍 这个就是在你的这个 对 奄奄一息的时候 给你补上最后一刀 给个痛快 是吧 是 这时候小贩肯定心里 很痛苦 很挣扎啊 是不是 嗯 我这一盘棋 被你这个 呃 左挫右揉 然后各种招法 这展示各种手段 嗯 然后 吓得又行云流水 是吧 你是全舒坦了 我这这么痛苦 但是我也不肯 我就还想坚持坚持 嗯 这是 一个战士的 呃 可以说是一种精神吧 对吧 不占到最后一刻 不流光最后一滴血 他是不肯那个什么的 是 不输的 嗯 所以说他还继续坚持 但这个时候 王熙也很配合哈 嗯 给你个痛快 是 嗯 这个打结 这个 当然是对黑气来说 负担非常的轻 对 就是无忧解 无忧解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是他这个结材 就找得特别爽 还是 这盘结黑气 从头到尾 结材没有找过一枚捷 也是非常 的 算是吓得非常的幸福 这个结材 你说 大家想想 他有多么的舒服 对 本来就是在收官 我收官就是应该这么走 对 而且这个可以说是 是不是应该 现在局面最大的 一部关子了 嗯 可能除了他之外 就是中服这么补一个 对 对吧 这太舒服了 实在是 是 边打着结 边收着关 这边要着你的命 给他准备下一把 就把你掐死了 你再不能 我就把你掐死了 这边我还在这个 是吧 顺便逛着上市商场 这个收着 这个 收着我的小关子 心情太愉快了 嗯 所以 尽管这个 小范 他很想坚持下去 但我觉得 他在下这几步的时候 已经是 内心 极度痛苦 对 极度痛苦 他已经被摧毁了 嗯 我想他下次 在面对王席的时候 肯定也很头疼 而且 这盘棋很有意思 他们双方之前是 战成2比2平 在之前的交锋中 天王山 对 如果说我们 来看一个 五番胜负的话 那这盘棋是 决胜局了 对 对 挡住 嗯 这个挡呢 这个会就是 放弃治疗的节奏 就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还在 打天下大劫 对白棋来说 如果劫财的话 可能应该是这样 会少一点 但是这个木 他可能 应该说 其实是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棋已经是没有限定了 我觉得就从这看啊 又看出来 他这很坏的一面 他本来他可以 明明是可以先冲这个 他其实就是可以 我想截才多 我完全可以截才多 冲 是吧 嗯 然后再见 或者是 对 我这些截都是截 对 啪啪啪啪 把你打爆 你不就完了吗 就给你个痛快 对不对 我都一想好了 我们说这个 不折磨你了 已经奄奄一息了 给个痛快 最后补上一刀 他这个痛快都给的 让人家这个不痛快 对 就要弄你一下 蹂躏你一下 而且从节菜上来讲 这个有一圈不活 黑气这边走也是截 然后这个地方吃 这白气确实是太痛苦了 对 白气挡住 这就是放弃治疗了 那这个没办法 我知道我已经反正输了 再走两步吧 嗯 也是 可能也是一种 整理情绪的方式 整理情绪 对于棋手来讲 这个有的时候 明知道自己不太行 但是在走几步的时候 可以整理一下 自己的情绪 这盘棋不过 小贩整理的这个 时间 有点长 这个过程 稍微有点长 是 嗯 他其实老早 应该说老早 就有点进入到 垃圾时间的感觉 但是他还是不肯啊 不肯放弃啊 嗯 再看白气 白气找 白气铺一个 还是 找一找捷 打一打 但是在白气提 黑气打在这儿的时候 可能节菜 小番也是看到 白气热了 对 节菜实在是差太多了 没法再进行下去了 嗯 对 这个 王琪确实是下得好啊 嗯 赢棋呢 我们作为棋手来说啊 赢棋有几种方式 嗯 对 有一种 有些方式 就是让对手 也是很痛快的 就是说 我一直 我的水平比你高 啊 我一直 从头到尾 一直 掌握着局面 掌握着局面 对 一直压着你 然后也很跟你面子 嗯 吓得咱俩都点到为止 对吧 这是一种方式 嗯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说 呃 是叫翻盘 啊 这种方式 逆转 其实是很难受的 这种是不可控的 但是这种呢 其实双方都不希望 对对方逆转 嗯 这个就只能是可遇不可求 我这个抓住一个机会 啪翻盘了 有可能呢 在这个过程中 翻来翻去 对 这也是很正常的 嗯 错进错出的 对 错进错出 对于棋手来说 呃 即使是强如这个顶尖高手啊 嗯 是 他也没有办法 呃 一直说这个控制着局面 嗯 这只是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 是的 尤其你面对的对手 同样是顶尖高手 对 跟你水平都是一样的 对 还有一种迎期方式 就像比如说像这盘棋 嗯 他呢 其实是一直掌握着节奏的 嗯 跟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种方式 实际上是你看上去啊 有点像 嗯 但是 高山流水的 他不 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 就是说他实际上王熙 他在这盘棋 呃 他在一直在这种心理层面上 我觉得他是非常坏的 他这个是实际上赢得你心情 特别的不舒服 嗯 第一种是 我们刚才讲了 我水平比你高 是吧 李昌浩最擅长这种迎期方式 嗯 他也很给你面子 嗯 对 你想怎么样 反正我们点到为止 最终我这个 但是我就是赢了你 对对对 就像一种 那种福气的那种感觉 对 武林大前辈那种感觉 武林老前辈 指点一下你这个 呃 新人 是吧 点到为止 啊 是 最后你这个 往这一跪 啊 师父 我我输了 是 但是那种模式 但王熙这不是 他是在折磨你啊 你会发现 这个各种 你想最后再找到我们说 你去分析他的心理状态 大家仔细想一下 对对对 这个不是说这个 呃 我跟跟大家开玩笑 我觉得不真的不是这样的 你去分析心理状态 他其实明明看出来 这个节目 我就把你打爆了 最简单的 对不对 你就认了就完了 他不是这样 他这个小尖 太坏了 他收着关 他的这种心情就是说 咱们继续下吧 继续下吧 下的越多 他越享受 他在享受这个过程 是 这多坏 你现在大家想想 这个打吃 对吧 我们刚才露露也说了 你找这边 姐多狠啊 对 你直接就拿下了 就跟你讲 就案例 我们一般都是想找一个致命的 就直接让对手 go game over 就可以了 对 但他还不 哎 明明有那么多大剑裁 他就慢慢的 慢慢悠悠的 一般说我们说 节财从小的找 是指这个节 可能跟胜负很有关系 对 有很重要 你打不赢的话 你从小的找 对 对 但你能明显 节财比对方多很多的时候 肯定是直接了断的 就可以了 对对对 但他不 他要去找一个 好像白色还能继续 跟你收关的这种 对 貌似你还可以坚持 坚持 你是不是这个节 算了 提了 然后我还给你一个 活棋的机会 是吧 太坏了 我觉得太坏了 但是这种呢 也是棋手 他棋风的一种体现 他有点超脱于技术层面 他是有一点心理层面的东西 这种选手 你对上他之后 这盘棋 你输给他了 你下一盘 再对上他的时候 你坐在他旁边 对面 你就会觉得很不爽 浑身不爽 对 你就有一种 这个很 很窝火的这种感觉 你如果再被他 吓成这样类似的局面 你还要再被他揉腻一把 大家想想这种心情 多么多痛苦 对不对 所以说 他实际上是心理战 这种棋手 很不好对付 很不好对付 确实 所以说王熙 我觉得他是在 刚才露露不是说 之前两个人是2比2 对不对 2比2争夺天王山的时候呢 他在想 以后我们可能 路还很长 路还很长 我们这种交手的机会 还有很多 他都已经为以后的战斗 埋下了一些福利 对 对对对 我让你 我不仅要赢你 而且让你怕我 是 让你以后 遇到我的时候 很不舒服 让你是不愉快 其实现在这个 这种态度实际上是 我觉得是90后 其实他们比较擅长的 90后95后的 这些孩子 他们比较擅长的 他们这个都是很有心机的 别看年龄小的 很很坏 真的是很坏 当然这也加引号了 就是他们 在这种生死 就是从小 这个一路打拼过来 都是经历了无数次的 这种生死考验 比如说定断赛 对吧 这种 他们所以说 对胜负的敏感 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对对手的这种心理的把控 他们很擅长搞这些 但王熙呢 他这盘棋 他是作为这个前辈高手 面对 他也不手软 他也是使出了这种 非常非常残酷的 凌迟处死的这种方式 对 小刀割手 一刀一刀的把你这个 让你很痛苦的挣扎中 这个 这个把你处死 对 这一点 我觉得也是 这盘棋又是一个 一个看点吧 很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其实 看 看棋啊 看 如果只是从他的招法上 我们能够学到一些 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 这一点呢 是我们的收获 当然 我想 对于棋友来说 包括对于我自己来讲 我看这盘棋 我觉得收获都是蛮大的 这是一个层面的 但是你如果能够读懂 他们的心理状态 我觉得这个会更有意思 好玩 这个更有意思 对对对 他们都下这招棋 他是怎么想的 他为什么这么选择 对吧 他是一种表达什么样的 这种思想感情 唯其是手谈嘛 是两人无声的交流 对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都是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是 这盘棋呢 我是感觉小范 还是很单纯的一个孩子 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 就是贯彻自己的意图 他一般棋风都是喜欢这种 先我就单单的走我自己的 反正我直辜 我觉得我比较擅长 我也有自信 对对对 我也不叛你 但是这盘棋 确实王熙 一直处处都占据着主动 对对对对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王熙在心理层面上 看来还是更老辣一些 这个竞技围棋嘛 这也是其中之一 对 它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比拼 是的 对 围棋技术再高 如果你心理不过关 是吧 如果你的这个身体素质不够强 这都非常重要 对对对 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是这种 我们刚才讲了 有很多层面的这个因素 如果在综合因素的作用下 你不是一个全面的棋手的话 那这个一个棋手的成绩 它是很难达到顶峰的 对 所以说有的有的棋手 大家都觉得他很有才华 他下得很好 他技术上都很好 但是总差那么一点 差一口气 对对对 这就是综合素质起的作用 就是从心理素质到体力 以及技术层面 各个方面都是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对对对 我们看这个当今时代 应该说是 最战绩最辉煌的两位棋手吧 一个是中国的古力 一个是韩国的理事师 对因为现在虽然说 近期啊90后的棋手 风头是盖过了他们二位了 在事业比赛中呢 也是频繁的夺冠 对 可能会大家认为 这个已经过了古力理事时代 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是 这二位 也许是当今奇谈 还是他们的地位是毫无争议的 就是还是最具有统治力的 最具有统治力的 对对 这是毫无争议的 你说他们可能一时的战绩弱一点 但是你要说过了他们的时代 我觉得言之上早 你要想赢他是很不容易的 如果他是憋着一口气 跟你那个什么的话 那这二位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觉得当然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天赋啊 就都是天才 顶级的天才 毫无疑问 我记得聂老当时评价古力说 如果古力不下围棋 古力去踢足球的话 那肯定也是一位国脚 国脚棋的 的确古力这个足球上表现出的天赋 也是非常了得 是的 在维中国 国家 国家足球 国家围棋足球队 领军人 我这个要想想想一想 这怎么说 组织一下思语 在在在这个队里面呢 古力是也是灵魂 绝对是灵魂 因为一场比赛的胜负 主要是看古力的状态 对 一般来说进十个里面 可能有八九个是古力进的 对 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他的天赋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 李诗石我觉得同样是这样的 李诗石 他给给人一种 就是我们在前不久也跟齐友聊 他的戚风 就是说给一种很邪气的 很有邪气的那种感觉 有人说是九阴真经练了什么等等等等 但我觉得李诗石还是天赋 是毫无疑问 是棋界里面数一数二的 太厉害了 他的棋呢 从技术上来看 他的棋是永远跟你在正面 去交锋的 他是非常硬的 非常刚的一个棋风 那从他们二位的这个综合素质来说 我觉得也是顶尖的 世界上顶尖的 不是因为如果没有综合素质的话 他们也绝对达不到现在的这种高度 就是古力的 我们刚才讲 他提出他的这种身体素质 身体状态 保持着良好的体力 对 而且他面对大胜负的时候 我们看古力在最近这几年 他的这个世界比赛中决赛好像是连输了四场了 我印象中连得了四个事业 这也是很奇怪 我觉得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很遗憾 但是他在之前 我印象中他是连续六次世界比赛的决赛 他都是获胜 是 就是说他只要进决赛他就赢 大家想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 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才能达到的一个状态 而且古力在之前有一个称呼叫翻棋王 他一下到决赛只要是翻棋 他就 他永远都是赢的 在他这个的可能状态好一些的时候 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说他在这个心理素质上 他在一个跟别人可以说是 虽然说是有点夸张 但是也有点这个意思 就是悬崖边上以命相搏的时候 他的这种心理状态是绝对过瘾的 是 李世时同样是这样 同样 他进了19次大赛决赛 对 然后有14次是夺得冠军 这个比例是完全的 就是难以想象 难以想象 而且他是在也是在近两年的时候 他输掉了比赛 他也是 今年很奇怪 他是上半年拿了很多冠军 但是自下半年以来以后 就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赛场上 接连拿了好几个亚军 五个亚军 对 我印象中 这个输给陈耀夜是 世界比赛是两次 输给陈耀夜和那个 十月 十月 不是十月吧 是唐伟星 陈耀夜和唐伟星 对对对 这也是 在他的状态 这个竞技生涯中比较少见的 但是我们可以从更高的一个高度来看 就是说这二位还是他们 能够达到这个高度吧 肯定是心理层面和身体层面 技术层面 是这个综合素质 包括对其的这种热爱程度 都是达到了这个境界才能够做到的 很不容易 但是这有点扯远了 我们话题跟今天的话题有点扯远了 今天的这盘棋 这就是说 回到这盘棋吧 就是说这盘棋是王熙 可以说是完胜的一局 下得非常的精彩 从这盘棋 我们也可以说 刚才引申出的话题 也可以说看出来 王熙是一个 也不仅仅是技术上 也是非常全面的一位棋手 所以说我觉得他 虽然目前没有得过世界冠军 他还是应该说很有机会的 非常看好 我觉得 对对对对 以他的这个能力 他还是应该是有这个实力 有能力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差那么一点点机会 或者甚至那一点点运气 对一点点的运气 但是未来还是有非常多次机会的 对对对对 行 我们最后再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这盘棋吧 这盘棋呢 我觉得第一个 可以说是值得关注的点 是在双方在 左下角 去作战的时候 体现出了双方的一个风格 从王熙的这部尖冲开始 这部尖冲就是 它是一种比较极端的 追求速度的一种下巴 但大家可以看到 棋谱上也挺常见的 是的 有些棋手很喜欢 他的意图总之就是要 逼迫你去局部跟他定型 然后送着他去出头 对从这开始呢 双方就这个棋风就展现出来了 你一攻一守 对吧 王熙呢是处处抢主动 小范呢是处处这个 把土地全让给你 对让给你 然后我去逼来降挡 但最后的这个结果 战火蔓延到右上角的时候 开始一步一步的 这个双方的差距啊 就体现出来了 王熙在中后盘也是下得非常好 牢牢的控制着局面 几个转换下来优势越来越大 一直到最后这个导致 无法继续了 是 那么好 也是恭喜王熙吧 顺利的挺进了八强 那接下来应该 我们也会为大家带来 后续的比赛比赛的直播 好的 那么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再见